春秋鼎盛 人员投顧109年金管投顧新字帝010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春秋鼎盛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人员投顾的王春胜老师 老师您好 桂花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节目春秋鼎盛开台的第一天 台北股市在2023年的封关日是小涨了20点 指数来到了去年最高是来到了17930 成交量是2672亿 接下来元旦假期过后呢 我们选股布局应该怎么操作 请教一下王老师 那当然了 那今天已经封关了 但是大家想一下 今年一共涨了几点 3793点 涨幅来到26.83% 这已经是创了历年来将近是最高的涨幅 算是次高 但是我们先看一下 在重要指数的部分 以美股来看 道琼昨天又在创历史新高 涨了53点 收在37710点 那S&P500的话 盘中也是创新高 包括纳斯达克也是盘中创新高 那费半的部分 虽然是小跌5点 他盘中是创历史的新高 所以你看 今天台股为什么会这么强 都是有原因的 那刚刚啊 我们那个29号啊 日本这边啊 日经225指数啊 他也是继续啊 飙涨 全年飙涨了7300多点啊 哇 这是非常的高啊 那创34年来的最大涨幅啊 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啊 美国这一次啊 他从他准备要开始降息 也就是说明年嘛 明年3月份 将近有7%的机会 即将要开始降息 那降多少呢 大概目前看起来是1码左右 那如果真的开始降息的话 那现在热钱就已经开始走了 因为这些都是聪明的钱 他们都已经闻到讯号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澳洲股市也创高了 那今天日本股市也继续创新高 台股也是收在相对的最高点嘛 对不对 那明年来看的话 基准点你就要看一万八千点了嘛 因为今天最多差了五十五点而已嘛 所以你看基准点是不是往上了 对 那明年你要选股的部分 是不是你就要注意 极其高的股票 你就不要再去碰了 反而你要找极其低的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东西 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上周美国出领失业金的人数 是高于一切 但是只多了8000人而已啊 所以这部分啊 是五官大雅的 但是蓄领的部分啊 是符合预期的 维持在187万啊 那他最近四个礼拜都维持在 186万跟188万之间啊 都是在历史相对的低点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就业市场 虽然他是慢慢的降温 但是啊 他的弹性还是非常的好 那这部分啊 会影响什么 会影响到美国消费者的支出啊 那所以消费者的支出就是 就业就是有钱嘛 有薪水嘛 所以大家消费支出就不会大减 那就会变成怎样 推动美国明年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 所以美国经济明年会衰退吗 打个问号啊 那在联准会啊 今年已经停止升息了 对不对 这两年多来暴力升息的结果啊 通膨现在是不是往2%的目标开始前进了 嗯 那事实上他是有机会实现了 明年经济的软着陆啊啊 所以大家不要太看烂他 所以你看 近期为什么美股一直在创新高 连续创新高 是 就是大家对了 未来景气是非常好的 非常看好的 那上礼拜啊 到12月22日为止啊 美国能源资讯局啊 EIA他有公布啊 美国原油的库存 少了多少 690万桶啊 那汽油库存也少了60万桶 对不对 油价是不是要涨呢 嗯 应该是要涨吧 对啊 因为库存你减少 正常是应该要涨 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要重点要来啦 最近啊 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中东夜门那边的叛军 我们在抗议以色列空袭加萨嘛 所以在攻击经过红海的一些商船 所以导致于各大航商 都不要去找这个红海 后来才有美国领导的护航联盟出来 提升大家的信心嘛 所以你看马斯基 达菲海运啊 这十几家业者才决定要恢复红海 所以你看 之前为什么油价会上涨 就是大家认为说 运油的通道不通畅了 所以啊 供给会有问题 所以油价已经先涨了 那这一次你看库存减少了 大家认为说需求拉动 事实上不是啦 所以这一次你看 就会变成反向的啊 因为航道开始唱通知啊 反而是布兰特原油大跌1.26块啊 收在78.39 就等于说 事实上你应该是要涨的变成跌啊 因为供给又源源不绝的来了啊 所以之前啊 譬如说我们台湾的海运的部分 阳明啊是不是 在12月22号 成交量最大来到36万张啊 那一天收盘收在57.5块 大家有没有去追 如果你有去追的话 今天收盘多少 剩下51.3啊 成交量只剩下4万张而已 是不是整个 哦打好几折啊 追高追太高 因为大家那时候认为说 哇要调涨运价两倍的新闻了 你一定要赶快去买嘛 三年前的走势对不对 抢着去买 挑高了 但是你不知道 时空背景完全不同了 那包括你看 万海 12月22号 60.1块 也成交10万张 但是今天成交多少 55块 成交量剩下7458张 长榮的部分呢 12月18 他成交了10万张啊 收在141.5块 今天呢剩下1.6万张 今天是小涨哦 所以是143.5块啊 他还没有大跌下去 那因为他 殖利率比较高的关系啊 所以有一些法人 还是持续的在布局 但是大家这样想一想 当初的环境跟现在的环境 完全不同的状况之下 你觉得他会复制三年前所 是一直涨一直涨吗 嗯 那不一样嘛 因为当初是需求推动运价嘛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啦 大家都已经看淡说 明年的景气 大家都保守了 对不对 那当初啊 在推升运价的过程中 是需求非常强劲啊 所以很多航空公司啊 一直在下订单照船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不是已经过了三年了 陆陆续续在交船了 嗯 那是不是 仓位的供给开始增加 对 那供给开始增加的时候 你想他会一直涨价吗 他也只是短期的涨一下而已嘛 对不对 那短期的涨一下 你应该要去追他吗 你如果要去追 你手脚就要快 要不然不小心你就会泡到 啊 那航运的股的话 他对于运价来讲 他们的股价跟运费啊 有相当的关联性啊 那你想啊 运费如果不再大涨啊 那你的股价应该要大涨嘛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 这个逻辑对不对啊 那接下来呢 市场现在目前都预期啊 美国联准会明年3月要降息啊 所以你看 刚刚老师有讲 聪明的资金都已经开始测出了 所以你看美元指数啊 这一波的高点啊 在10月3号啊 107.3 到今天啊 最低来到多少 100.5啊 大跌的6.3% 所以你看国际热钱啊 持续从美国开始走出来 啊 所以我们这一波新台币 我们可以看到 从32.495一直升到啊 今天啊 30.6是 这一波升值了将近6个百分点 他造成了什么事情 外资 11月 大买台股2400亿 12月继续买 所以11月加12月啊 包括今天啊 啊 我们都可以看到了啊 最后一天啊 已经买超多少了 4201亿啦 那全年的部分 他已经买超台股 2753亿 哎 外资的部分啊 他已经连迈3年了 啊 今年已经 不一样了 转卖为买了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台股 是不是有机会再创高 是 那相对的 他会布局什么股票 他最近都是在布局 台积电 联电 啊 友达群创 啊 华邦电 永丰金 玉山金 为什么布局这些权重比较大的 而且 基期比较低的 没有大涨很多的股票 嗯 就是说 他们也是心态保守 他们没有再去追 就AI股了 那AI股已经涨一大波了 那 AI 批系呢 12月也飙涨了啊 那现在呢 他们就保守了 慢慢的 赶快把钱买进来 这些保守的股票 让他慢慢的水涨船高就好了 所以你看 今年啊 一直在推升大盘 从11月12月 全部都是外资的功劳 反向啊 我们看八大关股啊 这几天啊 你看12月26号 大盘涨146点 他卖24亿 12月27号 大盘大涨139点 他卖86亿 那12月28呢 涨了18点 他还要继续卖36亿 就显示啊 这一只超盘手 他不希望台股在这个时间点 疯狂的大涨 即使热钱进来 他也要阻止他 所以啊 大家要注意啊 前波跌下来的时候 关股是不是很用力在护盘 事实上都是为了明年的1月13号 1月13号选完之后 关股他需要押盘吗 他不需要押盘的 他需要护盘吗 他也不需要护盘了 所以啊 就会回归市场 那回归市场之后 大家要特别注意啦 基期高的 你就不要再去追了 反而是基期低的 你要特别注意哦 那些成长股完全不一样啊 那我们最近最注意的啊 NVIDIA的部分嘛 中美国制裁中国 也不让他的晶片卖进去 把他的显卡也不能卖进去 对吧 但是 灰达替中国这边量身打造的显卡啊 RTX啊 4090D 这个D就是Dragon啊 就是农年的意思啦啊 售价现在已经讲出来了 大概人民币1.3万啊 他的效能会比原本正常版啊 RTX 4090D 大概公余大概5%左右 那 回答 昨天股票继续创高啊 啊继续收高啊 他在高档持续整理 那他今年的最高点是在哪里 嗯 11月20号504块 昨天收495块 持续在高档整理 显示说啊 美国进他的晶片没有用 他的显卡持续 还是会想办法卖到中国去的 嗯 所以对他的影响是不大的 那当然啦 影响不大的话 今天你看 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AI族群是不是起来 AI三雄你看 2382的广达啊 3231的伟创啊 2376的技嘉 是不是都在冲人 对 然后散热模组啊 尼德科操纵 涨停板啊 齐鸿也大涨 2141的剑准也涨了 双鸿也涨了 那宝瑞也 也继续涨啊 那相对的 PCB的部分 见顶大涨 电影头控继续涨 金像电 金城科 一样都继续在涨 那表示说 这一些之前已经休息过的 啊 因为12月中旬 这一波以来 再拉的是什么 AI PC啊 那原本的AI族群啊 已经休息一段时间了 那现在又轮回他们了 所以他们就继续涨了 好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 谢谢老师 外资大买台股 后面的行情一定要好好把握 而个股呢 是轮动轮涨 选股才是获利的关键 其实操作可以很轻松 你要的是能够看懂财报的一个专家 今天是我们春秋鼎盛开台的第一天 王春盛老师有准备了开台好礼 三只小猪 主身段翻倍标股的完整攻略要赠送给你 而且挑选出了三滴好股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咨询 进一步内容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真正的行情 后面才要正式开始 很多全新大户索马标股正要陆续开始启动 我们一定要在对的时机出手 才会有最好的效率哦 今天春秋鼎盛开台好礼 有准备了三只小猪 主身段翻倍标股的完整攻略要赠送给你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索取 来电索取的电话是 02-7725-1377 02-7725-1377 王春盛老师挑选出三滴好股 也就是低基期、低本益笔 还有低股价净值笔要赠送给你 让你的连终红包自己赚哦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索取 02-7725-1377 02-7725-1377 另外也欢迎你加入 王春盛老师Lite的账号 Lite的ID是 小老鼠小写的A1377 小老鼠小写的A1377 此时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轮源投顾的王春盛王老师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趋势做对做错真的会差很多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选股策略 以及标股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老师 事实上投资非常简单 你一定要遵守投资三个观念 那第一个观念是什么 股价它是反映公司未来的前景 股票会说话好公司才会有好的股价 那第二个是什么 财务数字就是印证它的方向 经营成果要有获利 公司营运方针才是对的 那第三个是什么 筹码变化决定涨势的久远 签张大户筹码 决定股票何时要涨何时要跌 所以我们采取的选股逻辑的部分 简单来讲就是先过滤财报的数字 再来看筹码的集中度 从里面挑出千张大户索码标股 这样一来是不是可以稳稳的赚呢 嗯真的呢 一定要先过滤财报数字 再来看筹码的集中度 只要有遵守老师这些条件 一定可以稳稳的赚哦 那么最近老师的操作绩效 又有哪些个股可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老师 当然了我们最近期的绩效 我们来看一下6139的亚翔 他是做无城市工程的部分 那最近你看半导体啊 是不是一直忙着扩厂 你看我们从多少开始操作 从111操作到最高173块啊 那今天收盘还是在170块 你看短短的几个交易者 你看一张你就赚6.2万 10张62万 那还有一档啊 3324的双红散热模组的部分 我们从216元啊 操作到最高388 波段涨幅79% 一张你就赚17万2了 那还有一档是什么 2059的穿壶啊 他做倒轨的啊 非常的厉害啊 已经涨一大波了啊 那我们这一次呢 是从充盐再进去操作的啊 从849涨到最高多少 956啊 也是赚了12个%哦 那6526的达发 晶片通讯啊 联发科的小经济啊 那我们这一次从420块做到 你看昨天创高啊 来到609块 涨了45% 哇 那这一波你看 联发科他还要买600 6千张啊 所以你看 就是一直涨 涨不停啊 到昨天为止 都还没有买完6千张 目前只买了3800多张啊 会继续买嘛 对不对 那个股的部分 我们来讲一下 刚刚讲那么多只股票 对不对 我们来讲一下 亚翔当初我们为什么去 来操作这一档股票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亚翔他的财务数字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看三个数字 第一个是营业收入 第二个毛利率 第三个就是每股盈余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2022年就是去年的部分 他营收357亿 是跟前年比起来 成长50% 那毛利率来到7.66 跟前年5.91 继续成长EPS呢 去年是4.43块 跟前年比起来 成长两倍哦 那我们来看 今年前三季 他的获利状况如何 7.85块的EPS 是不是非常好 是 那毛利率 已经成长到了10.18%了 越来越高了 逐季一直在往上 那营收的部分 328亿成长三小 那我们干脆 把它拿出来看 第三季单季 是怎样的状况 营业收入146亿 成长5成 毛利率 成长11% 在11%左右 那 每股盈余呢 3.46 成长2.69倍 是不是越来越好呢 是 那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你看 第四季10月份 营收68亿成长1倍 11月营收90亿 成长1.55倍啊 越来越好 那大家看了 经营方向对不对 是的 越来越赚钱了嘛 所以当然对啦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去看哦 它的大户筹码 对不对 因为我们已经印证了 财务方向是对的了嘛 那接下来筹码呢 筹码我们就来看了 400张以上的大户 目前占总股本啊 66% 非常的高 筹码非常的集中 那近最近啊 这两个礼拜来 大户千张大户 有没有继续买股票 千张大户是持续在买股票的 他买了股本的1.39% 那散户呢 不知道傻傻的继续卖了 卖了1%左右 大户狂扫 散户手上的股票 但是 亚翔就这样结束吗 当然没有啊 他还有更多利多的好消息 上礼拜了 法缩会结束之后 他揭露了 到11月底啊 他在手订单有多少 1280亿啊 你看一下 去年营收才357亿 在手订单未完工的 还要1280亿 他可以做几年 自己想一下 所以他订单能见度 非常的强嘛 对不对 那以他的 销售的占比啊 工程的占比来看 台湾是占了7成3 中国 2成6而已 主要还是在台湾 那半导体 用产业别来看的话 最主要是在半导体的部分 占了56% 公共建设22% 那半导体大家都知道 最近一直在扩厂 特别是台积电 台积电也是他的客户啊 台积电你看 在台湾高雄扩厂 美国扩厂 日本扩厂 德国也要扩厂 是不是 所以它是非常多的地方 同时在开工 所以未来将近是非常好 一有拉回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 买点啊 嗯 买点真的非常的关键哦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我们看产业是买未来 看筹码呢是买现在 今天春秋鼎盛的开台豪礼 有主身段翻倍标股的完整攻略 要赠送给你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索取 进一部内容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轮源投顾的王春胜王老师 老师谢谢您 谢谢 祝福大家元旦快乐 那今年的操作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顺手 获利满满满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真正的好戏 元旦过后才要正式开始 全新大户索码标股正在陆续启动 后面的行情一定要好好把握 今天王春胜老师的开台豪礼 有三只小猪主身段翻倍标股的完整供略要赠送给你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索取 让你连中的红包自己赚哦 来电索取的电话是02-7725-1377 02-7725-1377 王春胜老师准备了三滴好股 也就是滴基棋 滴本益笔 还有滴股价净值笔的基优好股要赠送给你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索取 02-7725 1377 02-7725 1377 另外也欢迎你加入王春胜老师免费的Lite at的账号 你可以搜寻Lite at ID是 小老鼠小写的A1377 小老鼠小写的A1377 本公司以往期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不得知B1 优优独立判断 优独立判断 住选Lite at de账号 明镜业竟棍仍费的